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已经知道log2的近似值是0.3010 这个是近似的意思 那log3的近似值呢则是0.4771 要我们利用呢以上近似值求下列个数的近似值 再次提醒大家这些是近似值 因为log2 log3其实是无理数 所以不可能呢直接用小数这样子的一个有理数呢来表示 那不过我们就用近似值来求近似值 第一小题log5会等于什么样的一个近似于什么样的小数呢 我们就要把log5跟log2呢拿来做一下什么处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把log5跟log2拿来相加的时候 会变成很有趣的是log 什么会变成是log10嘛 啊log10就是log以10为底 10的对数是多少 所以就是1啊 然后呢我们又知道log2是0.3010 所以当你做移项的时候 你把0.3010移到后面 那么我们不就得到了什么 log5呢就会等于1 减掉0.301就等于0.6990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它说log72等于多少 那我们习惯呢当我们开始学会了这个什么次方可以提出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帧数相乘可以等于对数相加的时候 我们就喜欢把这个任何数呢拿来做这个直因数分解 来看看为什么log72是不是等于什么呢 log8乘以9嘛 8是3个2 所以就是2的三次方 去乘以呢9是3的平方 所以两个帧数相乘不是就可以写成是log2的三次方 再加上log3的平方 两数相乘等于对数相加 那现在我们又可以把3跟2往前提 所以呢 指数可以提出 次方可以提出三倍的log2 再加上呢 两倍的log3 所以呢 我们就算一下因为log2是0.3010 0.3010 所以呢 三倍的log2就是什么 就是0.9030 那么呢log3是0.4771的时候 我们算出来的近似值 就是加上两倍的多少 9542 0.9542 OK 没有问题嘛 这个相乘乘是2 然后7呢乘上去是14进1 然后再有一个7 14进1 OK 所以呢 这边是0点这个9542 好 两个再加起来呢 最后就会等于什么呢 加一下2 这边小心一点 9542 我们还是直式给他算一下 加下来呢 是2 然后呢 加下来是7 加下来是5 最后是1点8572 OK 这个是呢 第二小题的部分 好 再次提醒大家 当我们看到72 这种很复杂的合乘数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 想办法把它做直因数分解 写在这里 直因数分解 直因数分解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呢 诶 这个就更有趣了 log的0.045 我们当然不喜欢看到小数点嘛 可是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的武器是什么 我们有对数率可以使用 也就是呢 帧数相乘除 会等于对数相加减 还有呢 次方可以提出这两个大绝招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两个大绝招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log0.045 我们可以想象成什么呢 不是可以想象成是log的什么 45去除以1000嘛 为什么我们喜欢看到1000呢 或者是看到10呢 因为对于以10为底的东西来讲 10的几次方这种东西 都是小菜一叠 怎么说是小菜一叠 你看 两数相乘除 不是变成对数相加减吗 就变成log45 去减掉log1000 那我们又知道log1000 就是log10为底 10的三次方 所以后面这一个 整个就是等于3嘛 OK 所以我们再把前面呢 做一下这个值因数分解 就等于呢 log 3的平方 OK 乘上5 也就是9乘以5 那后面是减掉log1000 也就是减掉3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下啦 直接把它变成 两倍的log3 再加上log5 最后再减掉3 对不对 你说 学长你怎么一次变两步 从这一步到这一步 的确这是一次变两步 其实是什么 先把它拆成log3的平方 再加上log5 然后呢 再把2提出来就可以了 那如果呢 你的动作比较快的的话 你可以不经过中间这一步 直接往下跳 这样也可以 直接呢 一边把乘除拆开 一边把四方呢 提出来 好 那我们呢 就来算一下 所以这边就会等于呢 0点 我们把这个地方切好 免得大家搞混 OK 等于呢 0.4771 乘以2嘛 刚刚我们已经算过了 是0.9542 再加上log5 log5我们最前面算过了 是0.6990 然后呢 最后再减掉3 所以我们这边算一下 6.990 这个数字呢 大家都要小心 6.990 0.6990 这边算出来的话是 2.3.5 然后都进1嘛 6 1.6532 OK 1.6532 所以呢 1.6532 再减掉3的的话 我们就呢 把3拿来减掉 1.6532 可以算一下 3 去减掉 1.6532 会是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8 等于6 等于4 等于3 所以呢 是1点 这个3 4 6 8 所以呢 这个是1.6532 去减掉3嘛 所以我们最后 得到的答案是 负的 1.3468 OK 这个部分也没有问题 所以 从这几个小题里面 我们再次得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呢 我们要常常利用 对数率 就可以去做很多的 转换跟计算 那当我们遇到呢 比较复杂的 这种合成数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可以去 做直因数分解 因为对数率当中 我们可以呢 让什么 帧数相乘除 变成对数相加减 再来呢 我们可以把 次方提出来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做运算咯 我们可以做运算咯 我们可以做运算咯 我们可以做运算咯